据说只要用到这三包调料 就是让你自己做出来的花甲粉 跟夜市上面买来的味道一模一样 到底是不是真的 花甲粉应该都吃过啊 像我们这边啊 有一个花甲粉店卖的超级直火 而且的话呢 就是大概相隔两三百米左右啊 超级无敌香 在我印象当中 那家店最少开了有十年以上 基本上啊 就哪怕关了店门 它那个地方都还是香的 就已经把墙体都淹入味了 你知道吧 所以其实我很好奇啊 这个东西它香很正常 但是香飘百米 这个就很奇怪真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啊 万能的互联网还是给了我答案 它们香是有秘方的啊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东西 一个叫做花甲香膏 花甲粉 还有一个是骨汤调味料 只要有这三样东西啊 你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花甲粉 吃起来的味道呢 它可以媲美外面店里买的 今天这套视频呢 咱们就亲自在家做一份啊 用上这个调料 咱们看一下做出来的味道 跟店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别 如果味道一样 或者神似的话啊 那这又相当于是 破解了一道街边美食啊 根据它的教程啊 首先我们先来炒一下蒜蓉啊 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呢 倒入准备好的蒜蓉 稍微翻炒一下之后呢 再加入红圈圈小米辣 来点生抽 一丢丢蚝油 提个鲜 你别说啊 这味道就已经够香了啊 有那么一点点外面店里面的味道 盛出备用 再单独烧一锅水啊 我们加入这个骨汤粉调味料 这个就是专门做高汤用的啊 OK 这样一锅浓香型的猪骨高汤就出来了啊 不过说实话没有上次我们做那个冷锅串串白 这个显得是那种黄色的 然后呢再加入花甲粉调味料啊 名字就叫做花甲粉 酌情倒一点啊 OK 我其实感觉这个汤就有那味了啊 兄弟们 最后呢再加入这个花甲香膏啊 这是让花甲粉最终变香的秘密武器啊 你们我感觉我有点像炼金素食啊 哇 这一模一样啊 加了香膏以后啊 立马这个汤我都忍不住想喝一口了啊 好抓上一把我们刚泡好的粉丝 然后把这个花甲搞里头啊 当然我买的这个不是花甲 因为花甲的话呢8块多钱一斤啊 我买的是文葛 文葛才6块 显得比较大啊 就买了文葛 搞一点丢进去啊 再来上一把金针菇 再加了佐料之后香气立马就没了啊 还好啊 我这之前还有拍视频留下来的一滴香啊 咱们酌情给它加一滴进去吧 OK 不能加多了 加多不行啊 容易倒沫子兄弟们 再给它煮开啊 就差不多了 好文葛现在差不多已经开了啊 我这是真的香啊 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花甲粉啊 应该是文葛粉 我这个是文葛啊 来吧 直接出锅吧 我的天啊 满板一大缸啊 这文葛太大了 找上蜜汁蒜蓉 葱花 香菜 OK啊 大功告成 你们看一下像不像 我的天哪 兄弟们 这蒜蓉撒上去以后啊 味道是简直一模一样 就是可能蒜蓉稍微少了那么一点 因为我这个文葛太大了 那正好啊 我买了当地那边飘香几百米的花甲粉啊 顺便呢做一个对比啊 它这个味道更浓啊 兄弟们 人家这个汤啊 是黄色的啊 我们这个汤还是稍微的 怎么说呢 就还是下手没有那么重啊 你看是有点寡淡了 颜色看的区别可能比较大 但是闻起来这个味道兄弟们 我实话实说 它大概有70%左右下 尤其是就是这个蒜蓉纹啊 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 没事 正好我们来尝一下 看看对比一下味道咋样啊 如果能相似个60% 那其实也就是剂量的问题对吧 先尝一尝咱们这个的粉丝啊 别看我的蛋兄弟们 一模一样的味道 等会儿啊 我再尝尝这个 我真的是 我如果加点蒜蓉加进去 我跟它味道百分之百相似啊 它这个吃的有一股很明显就是那个蒜蓉酱的味道 我这里面的没加蒜蓉酱啊 我只是加了蒜蓉 它这里面是加了蒜蓉酱又加了蒜啊 所以蒜香味会比我重一点 但吃的味道除了那个蒜蓉酱 其他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百分之百相似 真的 我再看看这花点啊 蒜香味入口稍微有点滑嫩 我们这个是文葛比较大一些啊 但如果文葛都能有味道 那真的兄弟们 明天就可以摆摊了 我说真的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看着青糖刮水 吃着超级有味你知道吧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汤有这么鲜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高汤就是白水啊 只是加了这里面的调料而已 味道吃的真的是 跟这个啊 几乎也就只有是蒜蓉酱的差别了 可能还有一个缺少就是它这里面加了豆芽啊 我这里面没有豆芽 但是金针菇是有的啊 尝一口金针菇 哇 这有味 尝尝它的啊 金针菇还是比较有差距的啊 因为它这个金针菇吸了很多汤 一口下去就是很香的蒜蓉味 我这个的话呢 有蒜蓉香 但是蒜蓉比较少啊 当然那细节的调料呢 肯定还是有的 不过就大体来说的话 基本上差不太多 因为这个味道总体啊 是几乎相同的 那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为什么花点粉会有那么香了吧 其实不是他们店开的酒 也不是他们煮的料多啊 就是因为稍微加了那么一点料啊 吃的话呢其实问题不大啊 只是说就是各位少吃就行了啊 不过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你知道吧 这个汤看着很寡淡 但是为什么吃的有点辣呀 哇 这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这个我都不想吃了啊 跟我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好吃